电影爱瞎看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街儿看 我是老二 今天老二要为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伴们多次推荐的 鞋点影片 这部电影的剧情 诡诀离奇 晦涩难懂 就连老二我第一次看完 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大家看完后 会怎样解读呢 那就让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这部 变阳记 2015年的台湾 债台高筑的宋定博 决定结束性命 却又怕死在家中 吓到孩子 便驱车赶往郊外 打算为自己 寻一块风水宝地 可就在行驶途中 宋定博为了躲避 对面来车 猛打方向 逛在石头上 但也不知是幸运 还是不幸 发生如此惨烈的车祸 宋定博却只受了点轻伤 他望着远方的群山 怅然若失 决定继续自己的寻死之路 宋定博深入山林 一直走到夜幕笼罩 如行尸走肉般 汤果面前溪流 这一幕正被一个蹲在树干上的男人看到 男人瞪大漆黑的双眼 只觉不可置信 一阵风斑斓在宋定博面前 询问他是如何涉水渡溪如履平地的 自己修炼一百多年也无法做到 原来这男人竟是盘踞于此的孤魂野鬼 话音落下老鬼满脸猙獰 深陷的燕窝迸发出骇人光芒 想要给宋定博一个下马威 可宋定博却面色不变 他连死都不怕 还怕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吗 宋定博转头看向来时的道路 水面下的垫脚石清晰可见 但老鬼却没有发现 看来这还是一个笨鬼啊 信念至此 宋定博顿时有了主意 表示自己是个聪明鬼 所以才能渡过水面 而后又从老鬼口中得知 鬼最怕的就是人的唾沫 宋定博三言两语 便让老鬼佩服得五体投地 缠着让他仔细讲讲该怎么过河 见宋定博不愿搭理自己 老鬼直接飘到他背上 一副你不说我就不下来的架势 搞得宋定博颇为无奈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玩吧 宋定博索性背着老鬼继续前进 很快夜幕退去 阳光洒进森林 老鬼顿时痛苦不已 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但宋定博非但没有停下 反而越跑越快 剧烈疼痛间 老鬼的身体发生异变 他眼珠不断晃动 四肢收缩长出绒毛 等宋定博将其丢下 老鬼竟趴在地上 变成了一只黑山羊 这奇异的经历 让宋定博放弃寻思 牵着黑山羊走出大山 把他卖给一家羊肉店 但羊肉店老板却没有宰杀山羊 而是拴在大门处招揽生意 几天后 山羊趁着四下无人 悄悄溜出羊肉店 一路来到附近的军营 士兵阿传 见他身上没有记号 并且怎么敢也赶不走 便动了侧隐之心决定收养 碰巧阿传已经到退伍的日子 他牵着羊离开军营 搭乘老乡的车 朝车站赶去 路上阿传忽然听到一句抱怨 他习惯性接察 但下一刻却猛的一惊 顿时只觉魂飘神道 这 这 这羊怎么还开口说话了呀 不过山羊却一脸平静 还要给阿传讲一个鬼故事 眼看他不打算伤害自己 阿传也逐渐接受着荒诞的事实 听完山羊的讲述 阿传明白他想要寻死 好重新变成鬼 但随后 阿传却提起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死了 是会变成羊鬼还是人鬼呢 山羊听了同样拿不定主意 他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见此情景 阿传便劝他好好活着 等寿终正寝答案自会揭晓 可山羊却感觉 他是在嘲讽自己的愚蠢 一怒之下闷头顶去 阿传两忙抬手阻拦 将直接阿传猛的惊醒 发现自己躺在火车上 难道刚才只是一场梦 也对 羊怎么可能会说话吗 阿传很快便将疑惑压在心底 因为他注意到 对面坐着一位青春靓丽的美女 一时间阿传心中小鹿乱撞 他借着刚才与羊搏斗的梦搭讪 成功要来对方的联系方式 并得知女人名叫洛芬 阿传下车后 洛芬注意到他真的牵有一只羊 顿时对这个奇怪的男人兴趣大增 主动打来电话询问 这让阿传心花怒放 明白二人之间有戏 过了几天 阿传联系上洛芬 表明心意想邀请他出来约会 而洛芬也欣然应允 一来二去 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最终真的成为情侣 感情稳定后 阿传也开始为将来做打算 父亲在他当兵时离世 母亲卧病在床全靠护工照顾 阿传只能和在台北读书的妹妹 小琪相依为命 他带着山羊 找到小琪租住的老房子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而小琪则与几名好友 来到山上游玩 他忽然发现 路旁的骨灰潭周围 散落着不少石头 鬼使神差下 小琪捡起一个把玩起来 碰巧好友催促他快来拍照 小琪便随手将石头放在包里 等玩闹结束 朋友带着小琪朝山下驶去 可二人却因为没带安全帽 被交警拦下 碰巧路上有两拨人发生摩擦 小琪便转移话题展开询问 得知两天前 有个姓石的议员 在此处意外丧命 交谈间 前方的争吵声越来越大 一名交警只好先去维持局面 小琪则趁另一名交警分神 恶作剧般把石头塞进他的口袋 坐上好友的机车逃之夭夭 但此时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惹下多么大的麻烦 很快小琪便乘坐朋友的车回到家 洛芬正坐在客厅办公 阿传和好友迈克则去隔壁控屋 搬些没人要的家具 二人发现一个还算干净的柜子 当即如获至宝般抬回了家 晚上吃饭时 麦克神神秘秘的讲起自己听到的诡异传闻 主角正是两天前惨死的十亿元 他打着开会的名义带情人去山上偷情 结束后就发现天上飘下一张自己的名片 后来经过调查 十亿元的一个亲戚在当时遭遇空难 名片应该就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 之后不久 十亿元便惨遭横祸 所以有人认为那名片就是老天发的催命符 不过小奇与洛芬自然不会相信这天方夜谭 只当是听个乐子 阿传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下一刻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 竟是要他明天去十亿元家上班 原来阿传大学修的是园艺专业 咽下在一家盆景店工作 这个消息让麦克三人大吃一惊 可真是说什么来什么呀 隔天小奇睡醒 阿传已经前去工作 小奇百无聊赖的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但下一刻 那被抬回来的柜子竟凭空打开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小奇转头正看到这诡异一幕 他起初只当是意外 然而柜门却又自动关闭 这下小奇走不住了 窗外明明阳光明媚 他却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 等阿传下班回家 小奇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 电视里正播报新闻 那两名交警同样在身上遭遇车祸身亡 但阿传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忽然间电话响起 里面悠悠传来四个字 换我石头 那声音沙哑空灵 仿佛是从阴槽地府中爬出的厉鬼发出 阿传听了不以为意 只当是诈骗电话或恶作剧 但他却没有发现身后小奇的笑容已经变得勉强 脸上也浮现出慌乱之色 显然是想到昨天发生的事 阿传刚一离开 电话铃声便再度响起 仍是那满含怨念的四个字 小奇哪里敢多听 联盟挂断电话 惊慌失措地找到好友 可好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劝小奇不要多想 而被怪事缠上的并非只有阿传兄妹 就在阿传工作时 忽然接到洛芬打来的电话 他的电脑强制弹出一个视频窗口 里面没有人 只有一条石阶 旁边放着几个骨灰坛 正是小奇昨天游玩的地点 随着洛芬将视频音量调到最大 那阴魂不散的索要声通过听筒 钻入阿传耳中 同时小奇身上的怪事也没有停止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 屏幕中赫然写着还我石头四个大字 这下兄妹俩终于意识到不对 急忙前往通讯公司 想查明是谁在骚扰自己 可工作人员却表示 从记录来看 根本没人给他们打电话 这个回答让阿传既好气又好笑 难道是我们吃饱了撑的 故意搞恶作剧不成 但工作人员一再坚持 阿传二人也没了办法 只好先回家冷处理 发现陌生来电直接挂断 这一招果然有效 兄妹俩再也没接到索要石头的电话 而阿传的工作也接近尾声 十亿元的太太因为丈夫离世 懒得再打理家中盆景 便决定打包卖给阿传的老板 却又在之后提出一个条件 希望能留下一盆当作纪念 并指名道姓让阿传挑选 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 阿传稍加犹豫 选了一颗西印度樱桃 石太太没有废话 直接让人搬到庭院中央 阿传也如数家珍般 交代起该怎么培养 却不料言多必失 说漏了嘴 眼看她欲言又止 石太太当即表示 只要把话说完 就将这颗西印度樱桃 送给阿传 阿传自然不敢接受 但也顺着刚才的话继续下去 这颗西印度樱桃 价值三百万台币 比其他所有盆景 加起来都要值钱 这让石太太露出赞许的目光 明白自己没有看错人 等所有盆景装上车 阿传的老板转头便联系买家 打算全部出手赚个差价 然而阿传听了 脸色却变得难看起来 运送路上 他向一旁的同事中哥说出实情 原来阿传刚才欺骗了所有人 那颗西印度樱桃 在盆景中的价值只能排第二 最值钱的 其实是里面的一颗真薄 阿传本打算等事情结束 从老板手中低价买来 没想到老板如此雷厉风行 直接就给卖了 不过事情仍有转机 阿传希望中哥能帮助自己 并承诺事成后最少分给他一百万 面对如此高昂的利益 中哥心中的贪念瞬间被勾起 当即点头答应 阿传带着他找到同样开盆景店的学长 让对方分别准备一颗价值一般的荣术与真薄 来了一招狸猫换太子 等市井办妥阿传先将偷换的荣术修剪整理 挂在网上派出一百七十万的高价 他与学长各抽三十万 剩下的钱全部送给中哥 这让中哥欣喜若狂 没想到那不起眼的盆景竟如此值钱 而阿传也没有闲着 往后的日子里 他不分昼夜的改造那颗真薄 呕心立血 只求做到最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薄终于被改造完成 学长看了嘖嘖称奇 夸赞阿传简直就是个魔术师 一双灵巧的手让这颗真薄的价值再上一个台阶 阿传也长出一口气 明白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可这天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到自己与洛芬来到深山 发现一棵直冲云霄的干枯古树 那场景充满怪异的美感 给阿传留下深刻印象 醒来后他便决定剪掉真薄的所有叶子 只留根枯造型 又叫来学长询问是否可行 这疯狂的想法让学长只觉不可思议 谁会买一根光秃秃的树干啊 眼看阿传仍执迷不悟 学长便提出一个解决方式 他可以用电脑绘图 分别做出有叶子和没叶子的真薄 将二者同时挂网上 看看哪一颗出价高 再决定要不要进行裁剪 阿传也觉得这个方式可行便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但随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那颗有叶子的真薄价格一路飙升 竟直接突破千万大关 而没叶子的那颗标价五十万 却还是流拍 事实胜于雄便 学长得意洋洋的找上阿传 要他交出真薄 不料阿传仍一意孤行 竟然已经剪掉真薄的叶子 主书的鸭子就这么飞走 学长既气愤又懊恼 可他也明白埋怨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想方设法弥补损失 最近即将开启2015年世界盆景大赛 学长便把那颗真薄抱了上去 只希望能被某个脑袋夹到门的评委看中 但结果毫无意外是失败 而更为讽刺的是 比赛冠军竟然是阿传帮石太太修剪的那颗西印度樱桃 石太太趁着颁奖礼提出自己竞选议员的打算 并拍卖西印度樱桃为竞选筹资金 阿传垂头丧气的坐在电脑前 看着那本应属于自己的荣誉 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可当初是他自己鬼迷心窍 又能怪谁呢 真薄的事情告一段落 阿传又回到平静的生活 这天小齐忽然向阿传问其母亲 这才发现他们兄妹俩 一个不清楚母亲在哪家医院 一个不知道母亲得了什么病 但二人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当是简单交谈 小齐忽然神情复杂的提起 自己要处理一些事情 打算去朋友家住几天 阿传也没有询问 对自己最疼爱的妹妹漠不关心 似乎她的性格正悄然发生改变 随着小齐离开 阿传想起很久没有联系洛芬 便主动前往她家寻找 不料透过窗户赫然看到 洛芬正与陌生男人亲热 同时她还对阿传的到来极为厌恶 原来洛芬一个月前 意外在阿传的手机里发现她的出轨视频 那一刻洛芬的心变彻底死去 决定与阿传断绝关系 而阿传也大大方方的承认一切 显然早已对洛芬没了感情 还不等她多说什么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竟得知自己离家这几天 又绑匪用他们的院子隐藏人质 那只黑山羊也被迁到屋顶 同时赶来做笔录的房东表示 这座房子之前曾发生过可怕之事 但究竟是什么 她却始终不愿提起 当所有人离开 屋内电话突然响起 里面竟传来消失许久的索要石头声 咽下阿传本就心烦意乱 被这么一搞更加恼弄 直接挂断电话并删除留言 这时小奇面色复杂的提起 自己前几天其实并没有住在朋友家 而是去拿掉肚子里的孩子 她的声音很低再加上有飞机碰巧经过 让阿传没有听清具体内容 小奇也不敢再说 只能强颜欢笑地表示自己没事 可就在当天夜里 小奇忽然听到一声毛骨悚然的叹息 她顿时寒毛直竖 硬着头皮在屋里寻找 发现那会自动开门的柜子放在帘后 小奇明明因为害怕让阿传把柜子丢掉 没想到阿传却悄悄藏在屋内 而对于妹妹的质问阿传也表现得满不在乎 我就是故意把柜子留下的 这态度让小奇忍无可忍 一把将阿传推倒 对她大打出手 不明白疼爱自己的哥哥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想变了个人 做的都是自己不喜欢的事 等小奇发泄完 阿传轻轻把她搂入怀中 面无表情地提起 他们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但小奇已经受不了了 他靠在哥哥的肩膀心中却生起前所未有的恐惧 面前这个男人还是我的哥哥吗 小奇想不明白也不敢深思 只能投也不回地逃进屋里 隔天小奇接到好友的电话 可听同中却是那沙哑的声音 这下小奇彻底怕了 联盟与好友一起前往那天游玩的地方 将一大把石头放在骨灰坛旁 并发自内心的道歉 希望死者能原谅自己 然而怪事却没有因此结束 小奇刚到家 电话便再度响起 不过这次内容发生了改变 对方强调只想要回自己的石头 阿传直觉有趣 放大声音给小奇听 却看到妹妹惊恐的神情 小奇再也忍不住哽咽着说出实情 希望阿传能帮助自己 得知真相的阿传勃然大怒 直接来到阶梯旁 举起石头将骨灰坛砸烂 又疯狂发泄一番 最后突一口唾沫 财算结束 经阿传这么一闹 果然没有电话再打来 他心满意足地看起电视 发现主持人采访的正是宋定博 他已经还清赌债 并成为炙手隔热的企业家 据宋定博所说 他用卖羊的钱购买彩票 没想到中了大奖 以此翻身 这句话引起阿传的兴趣 然而接下来 主持人突然话锋一转 强调人一定要诚信 快点把拿走的石头还回去 主持人双眼直勾勾盯着屏幕 仿佛在与阿传对视一般 阿传顿时哭笑不得 他换一个台 发现记者同样在说还石头这件事 紧接着 小奇看到家里所有电器 如着魔一般 全部显示 还我石头这四个大字 如此诡异的画面 让他急被发凉 连忙拔掉所有插头 打算去便利店买些零食吃 可就在结账时 店员竟询问起 有没有鬼环石头 小奇被折磨得彻底崩溃 发疯般逃回家里 他的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 一边模仿鬼魂的话语 一边哀求对方放过自己 几番下来 小奇越来越癫狂 他嘶吼着掐住自己的脖子 仿佛已经被鬼魂附体 阿传健壮连忙控制小奇的双手 又捂住他的嘴巴 可这根本无法让小奇恢复正常 小奇哭嚎的声音逐渐变大 整个人也彻底失去理智 眼看他这副模样 阿传一言不发 从柜子里取出球棒 竟直接推倒小奇 面色猙獰的一次次砸下 这一刻 他似乎同样被恶灵附身 等阿传回过神 小奇已经倒在血泊中 再也没了呼吸 看着被自己亲属杀害的妹妹 阿传满心痛苦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趁着夜色牵起黑山羊逃出城市 不知过了多久 阿传麻木的走在山间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整个人没有半点生气 就在阿传愣神间 黑山羊再度开口说话 提起他最近在研究脑神经方面的东西 或许阿传被那石头鬼修改神经 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也有可能是阿传已经疯了 生怕最珍贵的东西被抢走 所以背叛洛峰杀害小奇 毕竟正常人会听到羊说话吗 这句话让阿传若有所思 眼中的杀意逐渐浓郁 他捡起一块石头 缓缓朝黑山羊走去 到底有没有疯 试试就知道了 全篇完 《电羊记》是上映于2012年的 惊悚恐怖电影 本篇开头可以明显看出 是在引用民间传说 宋定博捉鬼 故事讲述南洋有个名叫宋定博的人 走夜路时遇到了鬼 但他不慌不怕 谎称自己同样是鬼 并从对方嘴里套出 鬼怕人唾沫这一弱点 等到了急事 鬼因为害怕 落地变成山羊 宋定博趁机朝在身上吐口唾沫 让其再也无法变化 之后把山羊卖掉 赚钱离开 这个故事的原意是在宣扬 不要畏惧鬼怪 鬼怪也有弱点 可以被制服 而本篇也有相似的情节 便是那索要石头的鬼 石头鬼尽管一直纠缠阿传兄妹 却始终没有对他们造成实质性伤害 即便阿传把他的骨灰坛砸碎 也没展开报复 由此可见 鬼其实并不能对人怎么样 说回故事 本篇的总体剧情有些过于跳脱 看完后给人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 这让老二我想起一部 很久之前看的惊悚电影 生死停留 主要讲述男主在死亡前看到的种种幻象 或许与本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而本篇结尾引用金刚经中的一句话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是否是在说 阿传从看到黑山羊开口的那一刻 便精神失常陷入泡影般的幻觉中 所以之后发生的事才会荒诞奇异 难以理解 就像结尾处黑山羊所说 你发疯了 羊怎么会讲话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老二留言讨论哦